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词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百号万转无尸离 甘不成心似大海 光中华佛无数亿 瓦菩萨终于无边 四十八人独生生 照明显明的彼岸 把我心放平了 我想一个人会生病身体不好 智者大师说大部分都叫殷亲在主病 也叫鬼神病 人类的命运是操控在自己的自作自受的业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各位慈悲不需要 要利益众生 回向众生 事实上也是对自己最大的帮助 也希望各位情常自己做 小小的都没关系 每天各位经常在典香供佛 不过我们不叫多忘记 来念一下 上供三宝 下施众生 所以既然我们记得要供养三宝 但是释迦牟尼佛说 真正供养三宝的方法 就是慈悲众生 所以上求佛道的人一定要下化众生 但是下化众生 目的也是为了上求佛道 希望自己能够找成佛 能够真实的有圆满的智慧能力 真实的去帮助众生 所以现代人要求无病发财 所以先听我讲一个故事 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位有钱人他很有慈悲心 那那个时候贫穷人很多 印度超现在还是贫穷人很多 所以他每次都煮了很多西饭 很多饭菜给贫穷人 所以每次贫穷人一集合五六百一千个 然后呢给他们一点钱给他们饭吃 但是又看到很多贫穷人病得要命 他也尽量不是要找医生帮助他们 但是他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有限 再多的钱 病人窮人越来越多 他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 自己也很痛苦 他真想帮助他们了 后来他就去问佛陀 他说佛啊 你叫我修悲心帮助贫穷人 我实在很尽力了 但是贫穷人多得不得了啊 又生病 我根本没办法应付啊怎么办 佛陀说 如果你有这个大悲心 那你要多念这尊佛跟咒语 你自然你的家里的财宝就越来越多 而且呢生病的人也会好起来 所以来各位跟我念一下 南无磁金刚海阴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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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背过了要把它抄下来 把磁的磁金刚金的金 金刚海大海的海音乐的音 磁金刚海阴如来 然后佛陀说 磁金刚海阴如来 有一个咒 叫什么咒 念一下雨保陀罗尼 就是他说党者啊 如果你要帮助贫穷人 你要经常念这个咒 如果你的动机正确是大悲心 你家的仓库就像 宝物会像雨下雨一样 一直落在你家的仓库里面 让你有无量的钱 资粮不断的去帮助贫穷的人 帮助病人 所以要多念这个咒 来 念一下 Ong Wasudori Soha Ong Wasudori Soha 好 现在有很多烟 各位要观想 烟里面充满了药 充满了宝物 充满了珠宝 你要布施给众生 然后念这个 Ong Wasudori Soha 再念一次 南无慈金刚海音如来 Ong Wasudori Soha 好 当愿众生 永离病苦 永离病穷 离开贫穷 然后念这个咒 再观想 来 Ong Wasudori So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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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抄下来 无病健康 无病发财 就要念这个 以保咒 Ong Wasudori Soha 但是你不是念给自己的 如果你是一个师兄 念给自己的 这样就没什么功德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佛经说是看到别人生病 看到别人贫穷 你就一直为他们念这个 以保咒 Ong Wasudori Soha 或是把 南无慈金刚海音如来的名字写下来 或常念 鼎礼礼拜 为众生 然后消除他们的贫穷 消除他们的病苦 当然 你以这个悲心做布施 那你自己当然也得到健康有福报 你当然更有能力去帮助更多贫穷受苦的众生 所以来 Ong Wasudori Soha Ong Wasudori Soha Ong Wasudori Soha 那 好 那在这个时候啊 我想很重要 那上回大概带各位 念过这个经 你念这个经 那你对整体的佛法 就比较容易了解 那佛教的基本就是因果道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我们学佛第一个最重要是一个信心 信三宝 信因果 所以呢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这个佛教叫智慧 什么叫智慧 该做的你要去做 不该做的你不应该做 念下来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这是一个基本的福报 再来呢 第三个 自敬其意 就是要消除贪嗔痴 圆满我们的菩提心 要净化自己的意念 是诸佛教 那这才是佛陀的教育 但是你要走到出离心 大悲心 出离心 首先各位就要断恶修善 来改造自己 所以呢 这几条道理非常重要 我希望各位要熟悉呀 所以来 那现在是为自己更要为众生 我想现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就是道德文化 好的行为才有好的结果 虽然佛教讲空性 但是不是一般人能够体悟的 但至少我们追求空性 但是呢 再还没有安住完全理解空性 那至少深信善恶因果 能够深信善恶因果的道理 然后进一步改造自己的命运 这个很重要 来 所以我们念一下 念一下 然后这个善恶因果呢 重点是要不施给众生 不施给众生 让众生 除了各位不施药物给他们 愿他们离苦 更要不施佛法给他们 愿意 愿意他们 能够脱离轮回 得到法的加持 这个叫自利利他 来 86页 一起念一下好不好 来 佛 说 善恶因果 我经简易 佛 在奇数 喜 孤独 愿 此 阿难 请问 人生命运 为何千差万劫 佛 告诉阿难 都是由于前世用心不同 你如一 前世忍辱 今生相貌端正 所以 幽婆设戒经说 长得不好看 你不慈悲啊 好 因为每个人都喜欢看好看的嘛 听好听的 吃好吃的 如果你长得不好看 你就不慈悲 没办法度众生 所以修忍路不生气 第二 前生爱发仆气 今生长相丑陋 所以不要花脾气了 第三 前世贪心又吝啬 今生贫穷 我看各位以后都是有钱人 对不对 不失钱 不失药 不失食物 有了福报 有了福报更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 第四 前生礼敬三宝 今生高官显耀 做领导 做局长 做尊贵的人 是因为礼敬佛法身三宝 所以 你跟佛拜一拜 跪下去 地上有多少杀 你将来做多少次的国王啊 礼敬三宝 所以各位要多拜佛 供养经典 供养出家人 第五 前世骄傲 亲世人 今生出生下贱 你这辈子看不起他 骂他 下辈子轮回的时候 换你做他的卑女 被他骂被他打 永不得翻身了 所以我们要横顺众生 要尊敬众生 像尊敬佛一样 第六 前世对人恭敬 今生身形高大 长得高大是从这边来的 尊敬别人 不骄傲 第七 前生亲世正法 今生身材短小 谁喜欢短短小小的 大家都喜欢高高大大的 所以要不要骄傲 也要尊敬三宝 尊敬佛经 第八 今生凶狠不认错 前世是羊 就动物来投胎了 第九 今生红眼睛 前世令习火光明 所以各位多点灯 多牵电线 让亮起来 你的眼睛就不会红 第十 今生眼小如麻雀 前世红鹰鸟眼 你把老鹰的眼睛 遮起来 红起来 它就不会飞了 你的眼睛就伤害 第十一 今生哑巴 前世毁谤正法 千万不要跟他讲说 哎呀 吃素没用啦 念佛不好啦 打坐没用啦 持咒不好啦 不要讲那种话 下辈子的话 你不能讲话 或是你到五十岁就耳聋了 你想说什么 我听不懂 这样 你就耳聋 所以别人在讲 虽然我们不认识 嗯 不错 不错 这样就好了 千万不要骂 第十二 今生耳聋 前世不喜欢听正法 我们道歉大和尚讲课 你要耳朵拉大一点 你不要不听啊 不然你下辈子 变成耳朵很大 这什么兔子啊 驴啊 听不见了 第十三 今生缺齿 前世爱啃骨肉 各位不要再吃肉了 得罪众生啊 牙齿掉光光啊 烟心在主多啊 有这个意思 第十四 前今生鼻塞 前世然不好香 供佛 所以要点好的香 一个人鼻子为什么漂亮香 经常买好的香 或是檀香 供佛 鼻子漂亮 鼻子清净 不会鼻子生病 对不对 供灯眼睛漂亮 供花脸漂亮 供香 鼻子漂亮 这样听到了吗 供衣服 皮肤外表漂亮 行为反作用力 很简单的 最近有一位女菩萨 她的女儿生出来 然后最近要考试 整个脸本来很漂亮 变成青春痘脸 考试嘛 紧张嘛 一紧张睡不着觉 长青春痘 师父啊怎么办 还不简单 大雄宝剑让你擦 佛经说 擦大雄宝殿 乃是擦佛像 深深四湿 皮肤很细很漂亮 然后呢 然后 送好的毛巾 或是好的植物药罩 送给出家人洗澡 皮肤也会很漂亮 就不容易长 这些痘痘 皮肤不好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是昨天他们跟我讲的 我有一位信徒 住台湾的家狱 他送他女儿到法国去读书嘛 高中毕业的大学在法国读 结果女儿最近每个月就生病一次很痛苦 因为女人有那个月事 然后她就很痛苦 一个人在外面 就打电话来告诉妈妈哭啊 妈妈不想活了 哭得不得了 然后她妈妈就打电话问我 我说你女儿不是吃素不错吗 吃素怎么会这样呢 后来一问之道 她为什么呢 她女儿虽然吃素 还是喜欢吃鸡蛋 我说这个不能吃鸡蛋 各位 母鸡生蛋 她的子宫痛不痛苦啊 痛苦啊 所以她虽然吃素 还吃鸡蛋 所以她每个月的月事就很痛苦 我说你不要叫她吃蛋 试试看 结果她女儿上个月开始不吃蛋 这辈子就 现在就不痛了 打电话来告诉她妈 她妈就告诉我说 你看这个因果跑不掉了 所以各位 有些女孩子洗头发 喜欢用那个什么 加蛋白的洗发精 这样洗起来比较 比较 头发比较亮 你看要死多少鸡呀 你晚上睡觉都是小鸡 在你的头发那 咕咕咕咕咕咕 你怎么睡啊 然后你吃鸡蛋 然后你的肚子就会痛啊 女人的妇女病就会多啊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很简单 行为 反作用力 行为阻挡命运 所以各位这一点 一定一定要了解 所以 要点好香 第十五 今生 吐唇 前世 爱钓鱼 对不对 你伤害到众生的嘴巴 所以你的嘴巴也会被伤害 好 这么简单的道理 好 所以各位刚刚布施药 哦 现在药一直布施给众生离苦 他们快不快乐 那你身体就很容易健康 好 所以这个 这个药一包多少钱你知道吗 不到一块钱 不到一块钱人民币 各位以后你就 一个月布施三十包交给道歼法师 他找地方帮你烧耶 最好你自己烧一烧 那现在还有很多菩萨很聪明 把香做成药香 点香那个香做成药香 加粉的时候加一些药粉 然后点燃那个味道 供佛又可以布施众生 那很聪明吧 就点药香布施给众生 哦 肠胃病的药 癌症的药 头痛的药 加在香里面叫药香 甚至各位你可以到药房买一些药粉 你买药粉 那你在点香香粉的时候 加一点药粉 然后供佛又可以下施众生 这很简单的嘛 每一种中药的药粉 一点火就会点燃了嘛 再加一点甘露水 像今天加一点牛奶 布施药香给众生 那有些人可能说 师父啊不行啊 我在这边点香 我楼上楼下就骂 那怎么办 那很简单 那你就煮一个药炉就好了 你煮药人家想讲你话嘛 中药煮水 然后那个药气就会跑出来 对不对 那个药的味道布施给众生 那个时候你念药师福药师咒 这样多好啊 所以各位 你要帮助自己最好的方法 就是帮助众生 你胃痛你布施胃药 你头痛你布施头痛的药 就这么简单了 好 来继续 第十六念一下 今生皮肤黑 前世佛像安在屋檐下烟熏处 也就是说 不要把佛像熏的脸黑黑的 你要让佛像随时保持亮亮很好看 所以你甚至帮他点灯 帮他用日光灯 这样皮肤会白漂亮 第十七 今生手脚残废 前世看到师长不肯 起立自尽 所以以后看到出家人都要问序 你不要懒啊 看到大和尚来 道尽还怎么会跪啊 以后你手脚就好走路啊 你懒得用手 懒得用脚去尊敬别人 你的手脚不方便 不灵活 就这个意思 所以要多拜佛 像这边的公园 那个佛像这么大 还得了 啊 你经常拜佛 手脚 健康 第十八 今生驼背 前世衣衫单薄 背对佛像 所以标准你来拜佛 要把衣服穿整起 你不能脱上衣 有些男生天气热脱了上衣 也不行 第十九 今生脖子短 前世看到尊长缩头走臂 哎 老师来来赶快跑 以后脖子短短了 啊 所以看到老师 接近老师 就像病人看到医生一样 赶快要去接近他 才能够离病苦 才能够开智慧嘛 啊 二十 今生有心痛病 前世砍刺众生身体 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老鼠 看到蛇 就把他打死 这样啊 啊 用叉子把他叉死 然后以后你就有心脏病啊 心脚动啊 开刀啊 啊 所以这个什么 要忏悔 忏悔以后 你现在生病 首先你要忏悔 第二 你要不思 再来求佛加持 二十一 今生长咳嗽 前世冬天 给人冰冷食物 冬天已经很怕冷了 又喝冰了 不舒服 所以各位 并不是我们在追求世间的快乐 而是 你要把自己建构成很健康 很有力量 眼睛也利 喉咙也好 脑筋也好 手脚灵力有钱 这样你才可以去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讲因果的动机 不能致死 是为了要帮助 为了帮助 用好的麦克风 可以让别人听得更好 是为了如此 所以这些都要懂 二十二 今生没有儿女 前世杀雏鸟 就是吃小鸟 吃小动物 断了他的子女 将来以后你就没儿女 二十三 今生多子多孙 前世喜欢救养生物命 喜欢放生救命 我想各位每天到市场 都会看到很多小动物要被杀 随缘随利 救一些 对你自己有很大的悲心 而且结好缘 再来呢 生生世世多子多女 二十四 今生长寿 前世慈心 不杀生 所以希望各位 从今天开始 连蟑螂蚂蚁都不要杀 好不好啊 不要杀生 不能自杀 不能故意去杀小生命 第二十五 今生短命 前世好杀生 看到动物就要杀 喜欢去钓鱼 那就会短命 二十六 今生大富 前世好布施 一个人会赚大钱 有钱多大事业家 他的习惯性就是喜欢布施 喜欢布施 所以这辈子赚钱就容易 所以各位要培养布施的习惯 但是那我没钱怎么布施 各位来念一下 随喜赞叹 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次 平伯沙洛王 他供养佛陀七天 一千多个出家人 他都要供养 他要做大功德 回向给他的妈妈 结果呢 供养第一天以后 中午佛陀被供养 就是说 今天的功德主 国王就站起来 结果不是国王 佛陀念的是一个 不认识的女人的名字 大家奇怪 这个人怎么没见过啊 佛陀念的是 后面一个乞丐的女人的名字 好啦 国王就忍了 算了吧 明天继续供养 然后中午 佛陀又念那个女人的名字 国王就开始有点生气了 一调查才知道 后面那个乞丐 国王在供养出家人 出家人就会拿一点点给乞丐 所以乞丐就很等 然后那个女乞丐 在那边等的时候 就很感恩 喔 国王好伟大喔 供养三宝 喔 出家人好慈悲喔 分给我们吃 喔 愿大家都成佛 所以虽然他没有布施 什么都没布施 他只有这样想 结果他成为全场里面最大的功德主 那到了第三天 佛陀还是断叹了 国王就生气了 国王呢 就派两个人到后面 当出家人要分东西给乞丐的时候 国王就把他 叫人家把他推走 让他得不到 喔 他那天就生气派桌子了 你们干嘛这么不慈悲 这样 结果功德就没有了 第四天功德之嘴换国王 因为他生气了 没拿到就骂 就没功德了 所以各位我想 布施不是钱多或钱少 而是你的心啊 你的心啊 所以以后别人做什么事情 各位都要这样 来 随喜随喜 在泰国叫什么 杀杜杜 别人做什么好事好事 随喜随喜 善哉善哉 杀杜杜杜 好事好事 然后一个人布施一百块 你都随喜 你等于布施这么多钱 所以要成佛就要有福报 最大的福报来自于随喜功德 因为你有多少钱去布施啊 喔 那个寺庙要办水路法会 随喜随喜 你要这样 那个寺庙要盖大塔 随喜随喜 你要随喜 别人的所有的善根 不要说没用了 没用了 那个师父我不好啊 你把全世界都骂光光了 以后你就变穷光蛋了 要随喜二秤有学 无学之功德 就这样 第27来 今生聪明 前世喜欢诵经求学问 所以各位每天念心经念大悲咒 问 甚至去思考 脑筋比别人好 28 今生愚笨 前世为畜生 29 今生疾到 前世为猴子 30 今生有恶极 前世破坏三宝 突然得癌症暴毙死亡 就破坏三宝 很可怕 31 今生手脚不随 前世捆绑 众生手脚 所以各位 你家里的老人家 手脚已经不好走路了 那你怎么办 到市场看到那些手脚被绑起来的青蛙 鸡 把他买来 把他放开 让他手脚自由了 可以跑了 把这个功德回向手脚不随的 爸爸妈妈 让他们手脚方便 很简单 32 今生个性恶毒 前世是蛇蝎 是喜欢害人 33 今生身相端正 前世持戒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什么叫戒 佛陀的身体的行为叫戒 就是不伤害众生 你不去伤害众生 所以你的六根外表好看 34 今生六根不完全 前世破地 35 今生不爱干净 前世为猪 所以各位 修行要改变个性 你前世是猪 但是你现在是人 你要开始喜欢学习干净 所以人要教育 要修养 36 今生喜爱歌舞 前世为歌迹 很多小女生放音乐 她就跳舞了 她有那个习惯 所以各位 身体在那边摆来摆去 有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 但是人就是这样 很漂亮啊 但是各位要开始 改变那个习惯 37 今生多贪心 前世为狗 就是说 动物有动物的习性 38 今生脖子长流 前世毒死 什么叫毒死 好吃的都藏起来 自己吃 以后脖子长流 所以站在佛教 任何好吃的拿起来 先供养三宝 供养父母 自己才吃 习惯这样做 比如说 各位要喝水 拿起来 供养三宝 这样 意思 这样也在修功德 然后呢 滴滴滴水 下施众生 让这些孤魂野鬼 有水喝 然后自己才喝 那你喝个水 都圆满了 上供下施的功德 变成习惯 39 今生长口臭 前世爱恶口骂人 所以各位女人 不要再骂老公了 好不好 昨天才有个男人 在跟我讲说 这个女人很麻烦啊 爱你就要控制你啊 控制不了你就要骂你啊 好 我说有点像 有点像 好 所以各位 你喜欢骂人 将来嘴巴 声音不好听 嘴巴臭 别人讨厌 40 今生舌短 前世暗中骂尊长 骂领导 骂老师 骂法师 以后没舌头 舌头短短了 41 喜淫他人妇女 死堕额鸭 鸭跟鸭就是乱伦被强暴 所以堕落额鸭 所以如果你去搞歪欲啊 破坏别人家庭不行的 42 喜淫酒足亲人 死堕雀鸟 麻雀也是乱伦 所以不能去欺负自己的下一辈 43 令习经书 场逆智慧 不教别人 死坐土木中虫 就长在那个里面的这些白蚁啊 跳蚤啊意思 44 喜好骑马射箭 死后转蛮荒地方 所以过去你有这个习惯 所以这辈子会投在边地 45 爱好打猎杀身 死舵豺狼 46 喜欢穿彩色衣服 死坐斑脚鸟 女人喜欢穿彩色的啊 但是各位你要这样想 今天我穿彩色不是爱漂亮 是我为了要像观音菩萨你要转变念头啊 我穿得很庄严是像别人看起来很欢喜 而不是一种欲望 那就可以 不然将来会变成彩色鸟的意思 47 喜欢学人语调死坐鹦鹉 48 喜欢宣扬别人坏事死坐蟒蛇 所以各位做什么动物都有什么夜报 那这样写以后 各位你要是看到一只蛇 你要放声 你要跟它说法 你就知道 以后你不要再讲别人坏话 要多念佛 你要跟他开示 因为你知道做蟒蛇的阴 49 蛮恨脑害别人 死坐懊恼虫 50 喜欢流传恶作记讯息 死坐 一小鸟 所以传简讯要讲好话 不要讲坏事 现在喜欢坏事上网 然后大家一起看这个坏事 大家一直重复看这个不好的 这是不应该的 51 常奏别人遭殃横廓 死坐野狐狸 野狐狸就是孤独 但是很聪明 52 喜欢惊吓人死坐 种鹿虫 就是年年的 53 前身控制人饮食 今生坐啄木鸟 要吃个东西 要嘴巴一直啄 不能吃不到东西 所以意思是说 你做老板要多请职员吃饭 要让人家吃饱 54 倒用生水 来生坐水中鱼鳖 所以出家人的东西 各位不能随便用 除非自己